为了发展身上学生的音乐能力 台中市立齐鸣学校在2015年规划希望课程特别学习计划 希望培养优秀的音乐人才 但是经费却不是很充足 所以从2016年开始 当时的国际统计会台湾总会中逼区主席朱东元 就动员中逼区各会出钱出力 每年主动赞助24万的经费 去年在校长廖连喜就任之后 现任主席乌俊雄更计划以三年的时间 总共赞助108万的经费 2020年4月16号上午 台中起名举办 同济有爱希望起名 Love for Hope感恩捐赠典礼 一开始就有学生演奏动人的歌曲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国际统计会 台湾总会中逼区还有相关的亚太家具 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我们台中起名的 一个希望课程的基金捐赠的活动 感谢的话很多 但是有一句话一定要说 就是哪里有爱 哪里就有感动 哪里就有希望 感谢同济会 尤其是朱东元主席带领的各位会长 会兄会姐们 国际统计会中逼区捐助的善款 让恩典书笛手林佩珍 小小鼓手吕岳俊 等20多名同学 音乐专长课程顺利开课 2017-18年 扩大赞助将近50位同学的课程费用 还有实现绘画 围棋 第二外语等的希望和梦想 这都是因为有了 同济会叔叔阿姨们的支持与勉励 台中启明的孩子们几年来也演出超过50场次的音乐会 今天来到启明学校做这个活动 也是秉持了我们国际统计会 关怀儿童 无缘佛缺的精神 让这个四藏学生有一个圆梦的机会 那我们希望借这个桃砖领域 来让我们社会大众 让我们了解启明学校的需要 还有他们这个成果 台中市教育局副局长方秉坤表示 非常感谢国际统计会 在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 还关怀儿童送爱到启明 希望透过政府和民间团体 一起来关心跟协助特殊教育工作 实现师生各种的梦想 让我们周遭的世界更加幸福温暖跟美好 记者陈文旭李佳金台中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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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